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通过直播把这种农产品销售出去 我们全村老百姓都做起了生意 都富起来了 一定要改变村的这个平面 江永县的沃干全部生长在大山里 土壤富含锡等大量微量元素 果实皮薄之多 口感甜软 现在沃干大量上市 因为疫情原因 一部分果子也滞销了 这个说话让人挺着急的80后青年 名叫蒋秀旺 几年前从广东打工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农产品的销售者 一年前 他还在用传统的销售模式 每天在厂商和农民之间两头跑 而近年 他每天都在思考 如何成为一名带货网红 买一送一送不起啊 大家好 我是扶贫好物推荐官 梅茶姑娘 都说 我现在就是通过发短视频 然后通过直播 给家乡的这些老百姓 把这种农产品 通过我们年轻人的方式和渠道 帮助销售出去 因为我们帮助这种贫困村和贫困户 通过共青团给我们提供了办公室 到了新的一年 可以采蘸梅茶的时候 这位梅茶姑娘 龚西元密码动身 去往梅茶发源地 毛岩河大米芥村 茶农张忠诚伯伯 他一直是种植这个梅茶 从我们开始帮扶淡米芥村 就是推荐这个梅茶 它是属于建党利卡的贫困户 通过我们的这个销售和合作社的这个合作 现在它已经在2019年的时候 就是已经脱贫了 大厂里面这些握钢 村民他们管理的技术不到位 才导致它的品相不大好看 大的柴后山都是不会来收这种 长得不好看的这种果子的 更何况在我们这种大厂里面 它进来一趟也不容易 我就是想着还是尽我的能力 它们卖不动了 我过来把它们卖一些出去吧 西元去到农村合作社 将梅茶带回自己的直播间 替村民卖货 土家神仙草 这是我们江家记独有的茶 江家记的梅茶 它的功效青烟逆嗓 但是千百年来 我们土家山民都不知道它有这么厉害 2015年起 江永县大力支持电商创业 成为全国电商扶贫的典型 一大批农民工回乡开启了网店 积极使用新技术 大力发展新业态 互联网加精准扶贫 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一大法宝 祝福 优优独立